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近期市场陆续传出,台积电正放缓在台扩厂进度 以通知部分供应商和营件承包商要将工程延后半年至一年 因为手机等终端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美系外资看单台积电5奈米及7奈米接单状况 并将其下半年5奈米产能利用率的预估值 由此前预期的90%至92%大幅调降至75% 7奈米方面,今年上半年的产能利用率将为45%至50% 下半年产能利用率仅55% 相关变化恐是导致台积电顺势调降资本支出的原因 由于不断上升的利率,飙升的通膨和持续的银行危机 继续打击消费者信心,晶片行业的低迷尚未见底 此前,台积电在今年1月的法说会上预期 今年资本支出约320亿美元至360亿美元 低于2022年的363亿美元,为近8年来首次年度资本支出呈现下滑态势 台积电当时强调,公司持续投入研发 估计今年研发费用将约增加20% 回顾过往,台积电2022年资本支出曾二度下修 以反映供应链不顺于低延 从一开始预期的400亿美元至440亿美元 一路下修至约360亿美元 最终结算2022年实际资本支出约363亿美元 仍创下历史新高 业绩人士透露 扣除台积电海外厂区专案投资 综合近期客户群需求变化 库存调整比预期剧烈 以及总经状况恶化等因素干扰下 台积电评估条件今年资本支出为 280亿美元至320亿美元 低标值面临300亿美元保卫债 以此推算 最保守数据高低标项较 先前约下修 一乘至12.5% 若相对乐观情况下 资本支出下修约6% 但实际数据仍待以法说会为准 受全球半导体景气回温不如预期的影响 台积电在建厂时程放缓的同时 传出其有意下修今年的资本支出 保守情况恐将下探至280亿美元 减幅超过12% 退回至2021年的水准 台积电将在4月下旬法说会 业界预计台积电将在本次法说会上披露 今年资本支出最新动态 即便投资额可能下修 全年研发费用也有望不减反增 在景气调整之际持续投入先进制程研发 一旦台积电与法说会上宣布下修近年资本支出的信息 将会对市场造成很大影响 不仅意味公司投资态度相对谨慎 也透露整体半导体试矿确实不如预期 值得关注 业界评估 台积电将动态应对近期全球经济景气变化 与客户需求低延状况 尤其消费产品较受经济前景干扰 加上过去三年大流行带来的半导体戏剧性需求 不再重演 相关投资可能因此动态调整 路透社综合21位分析师的调查表示 预估台积电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增长3.6% 位于预估的下限 密封预计将持续到第二季度 但在第三季度可能会有所改善 需求将在今年下半年回升 此前台积电公布的财报显示 第一季度营售为5086亿元新台币 折合167亿美元 这是台积电销售额连续第二个季度低于预期 显示全球电子产品需求持续疲软 由于全球经济困境削弱了 从汽车到先进运算的所有半导体的需求 并将持续到当前季度 预计台积电第一季度 净利润为1925亿元新台币折合63亿美元 同比下降4.7% 分析师补充称 展望第二季度 这通常是一个缓慢的季度 台积电的季度销售将面临库存调整的压力 增长势头最早可能在第三季度回升 这与苹果、辉达和AMD这些台积电 主要客户预测的该季度改善前景相一致 尽管台积电的老对手 三星电子在晶圆代工的业绩更为难看 但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道 一名推特爆料人Revenus 4月下旬表示 三星的4奈米制成粮率目前已非常接近台积电 Revenus表示 三星的粮率恢复速度快于预期 而台积电的3奈米制成粮率目前为63%或更低 三星有望在其4奈米工艺中取得可观的粮率提升 据许多业内消息人士透露 三星很可能已将其4奈米工艺的粮率 从大约60%提高到至少70% 而台积电的粮率估计在80%左右 在3月上旬 有消息称高通将发表的 骁龙7 Plus Gen1 处理器将采用台积电的4奈米制成 这证明台积电比三星的4奈米制成更高效 三星在过去几年 面临着效率和粮率不好的问题 高通或许正慢慢地将订单 从三星代工厂转移到台积电 高通曾表示 未来3奈米4奈米AP晶片将由台积电代工 不过进入GAA制成后 有可能采取同步下单三星 台积电等多家代工厂的多供应商策略 此外有报道称 尽管三星在4奈米和5奈米存在问题 但据报道其3奈米GAA要好得多 甚至有传言称它比台积电的3奈米更好 一些谣言还声称 效龙8 Gen3将使用三星的3奈米GAA 但媒体也称 应该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 另有业内人士近日表示 三星电子计划4月将首次启动4奈米MPW服务 消息人士表示 三星电子计划分别在2023年4月 2023年8月 2023年12月提供4奈米制成的 多项目晶圆MPW服务 即Multi-Project Waver 这是2019年三星提供5奈米制成MPW服务后 时隔4年提供更先进MPW服务 证明了良率的稳定化成果 据报道 三星电子将4奈米工程 标记为SF4 而且他们还计划在8月和12月 再进行两次MPW MPW服务是指通过在单个晶圆上 制造多种半导体的技术 由于MPW是无晶圆厂公司 在产品发表之前制作晶片原型的过程 因此只有在满足良率和速度 并缩短从收到订单到交付的时间 TAT周转时间等条件后 才能开始这项服务 因此三星电子启动4奈米MPW 被解读为良率稳定 并将扩大量产规模的表现 三星在3月中旬就表示 将在今年上半年开始量产晶圆代工第三代4奈米制成 是三星首度明确提到4奈米后续版本的量产时间表 三星于2021年量产第一代4奈米制成 并在2022年第4季扩产4奈米月产能至2万片 同时调度旗下快闪型记忆体NAND Flash相关人力支援生产 一级人士指出 台积电已有4奈米工艺N4节点制成 已经于2022年开始量产 应用横跨消费与非消费等众多领域 是最大营收贡献来源 一级认为三星大力发展台积电营收占比最高的先进制成能力 大幅改善功耗效能等 使两强之间的抢单大战更激烈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